好 今年入冬以来 冷空气最强冷空气报道 全台都在低温笼罩 来问问大家 你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冷 低温几度呢 在聊天室来告诉我 现在在台南的低温养殖业 拭目于业者十分的担心 因为很担心这个鱼被冻死了 现在加强雨温的保温措施 避免寒流造成鱼群暴毙 不过业者也坦言 其实温度一旦低于10度 就会非常的危险 那台南的部分 其实这几天沿海空旷地区 确实低温10度以下 所以现在业者只能够期盼 老天爷闪口饭吃 这个低温不要超过三天 这波含有 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还有12度 可是怕晚上的时候 低于10度的情况底下 又超过这个8个小时 这个对拭目于来说 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因为拭目于的腮根人的鼻子 有一点像 它是布满一个很多的微血管跟年末 所以如果一旦有受过惊劳或惊吓 或者是底下底泥发冲 它往上冲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水下跟水面上的温度差太多 它的腮就容易受损 然后就容易因为寒害之后 就变成晕眩 然后就墨期就会变成死亡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护方式就是 尽量把水能够加高就尽量加高 水深能够加深 尽量加深 然后最主要是底下的底泥呢 是不可以发臭的 然后不要喂食 然后减少扰动 人员跟出入都要减少经浪 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水车一定要开 因为让它水温能够均温的状态 那希望老天爷再给口饭吃 希望这个时间不要透过三四天 大概一两天就结束这样的阴雨绵绵的气候 我们现在都会在余温的周围 都会有这个监视器来做远端的监控 做有做战情室 所以透过智慧养殖 透过智慧电箱 从手机还有战情室就可以知道 台江地区的渔温 我们宜兰的渔温 那未来嘉义的渔温也都会在台南 就可以做远端的监控跟执行 天气有多冷呢 我们来看到寒流发微 台中大甲只有7.9度 在阳门也只有8.8度 这样子的最新一报 这个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各地还是比较偏凉偏冷的一个感受 而在降雨的部分因为水气偏多 全台各地在周三之前 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 尤其北部东北部整天都容易游 降雨是相当持续 而中南部地区则是比较属于短暂雨的形式 但整体来说 到了周四周五之后 水气会逐渐减少 好消息是 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228廉价的天气 应该会是比较舒适稳定的形态 我们首先先从温度各样观测 来看这波寒流的影响 在这波寒流全台湾观测到最低温的部分 在马祖地区只有2.7度 而金门只有4.1度 那在本岛的最低温则是出现在台中的大甲 只有7.2度 那整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几乎是在昨天 那今天的白天开始气温会为复回升 不过从昨天到今天清晨这段时间 从图上可以看到蓝色的区域 在台南以北以及宜兰地区 低温都不到10度 而在绿色的部分 包括了高雄还有花莲地区 也出现12度以下的气温 所以算是今年入冬以来 各地最有感的一波冷空气 全台都冷得非常的明显 那今天的气温虽然微幅的回升 但是提醒大家 气象局仍然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在台南以北到宜兰地区 还是仍然容易有12度以下的低温出现 那尤其在金门马祖 天气还是持续偏冷 请大家仍然要注意保暖 而在整个温度趋势的部分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 昨天礼拜天是整个寒流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今天礼拜一气温虽然有些回升 但是整体感受还是偏冷 而明天寒流减弱之后 各地的气温会比今天再回升一些 不过其实从周二一直到周四 还是属于冷气团的影响 对北部地区也就是白色曲线这部分 北部地区来说 明天周二气温会略为回升一些 但是周三又有一股冷空气南下 所以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 周二周三周四依然要持续的保暖 那整体来说到了礼拜四冷气团的影响 礼拜五之后逐渐减弱 所以接近周末之后 各地的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 而在降雨的部分 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个地方 那台湾附近呢 其实仍然是持续有水气在影响 因此今天各地天气仍然是明显的偏湿 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 宜华地区都还是仍然容易下雨的天气 那我们从低量降水预报上来看 未来三天的降雨趋势 其实整体来说 各地在今天依然是相当的湿冷 尤其是在宜兰地区 东北部 北海岸 以及大台北的山区 降雨的状况还是相当的明显 因此气象局也针对这些地方 发布大雨特报 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 而除了在东北部 北部之外 各地仍然断断续续 还是有一些短暂雨的现象 所以大家外出的话 也要记得西大雨具备用 那今天礼拜一 其实一直到明天礼拜二 礼拜三 在北部 东半部 仍然都是比较容易持续 整天有雨的天气形态 而中南部地区 则是有短暂雨的形式 那整体来说 要到礼拜四之后 水气减少 这个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礼拜四之后 预计在北部 东北部地区 也会变成比较短暂雨的天气 那只有在迎风面 比较局部的地区 才会有降雨的状况 而礼拜四之后的中南部地区 天气则是会逐渐的回复稳定 所以整体来说 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气温回升是有限的 所以各地还是相当的湿冷 要注意保暖 而周三之前 是全台有雨的天气 天气依然是湿了 周四之后才会逐渐的缓和 那同时也要注意 在台湾各沿海 比较空旷的地区 仍然风力是相当的强 气象局也持续发布 陆上抢风特报 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注意 那另外在高山的部分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周三之前 仍然可能有降雪或激冰的条件 在高山地区行车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发芝麻烦 发芝麻烦 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